大家好,這條片就是研究一下 港鐵在油麻隊站車門飛脫的事件 港鐵的公布就是由這個轉向架 偏離了軌道 導致車門飛脫的 首先講一下什麼叫轉向架 轉向架就是火車或者港鐵 車底下的架 它的原理就是承托車廂的重量 和幫助列車轉向 我們看看列車的路線 它不是一條直線的走 是會轉彎的不同地方 那它怎樣轉彎呢? 就是透過這些轉向架 它中間有一個軸心的 它沿著路軌就可以左右旋轉 就帶動列車轉彎的 那如果轉向架出事有什麼問題呢? 譬如說 轉向架 那條邊 原本維持的列車在軌上面 如果它磨蝕了 那有機會導致 列車出軌了 又或者是 那個 那個 懸掛系統 避震器 如果上 沒有了彈力 等列車傾側呢 它都有機會 是出軌的 那 我們看回 在網上 列車車頭 因為那個轉向架出軌 而磨到蝕了 那 那 列車傾側了 那些門 由於是 大家都知道 是掛上去的 就是 那當門 撞到一些東西 那 那些 掛上去的門 就飛脫 那我們看回 圖片呢 不只是兩道門的 有四道門都移了位的 好了 聖鷹說呢 證明的人見我躲藏了 大家盡量不要站 斜門 否則可能發生危險 有進一步的消息 再跟大家報導 希望 同樣的事件 不會再加上 再見 再見